忙於拍戲的藝人李國藝出席新路基金會好天天起步走公益活動 與帕運羽球國手方正宇分享人生低潮經驗 肯定運動與人際互動帶來的生活力量 兩位惡度代言活動與身心珍愛朋友相伴 我們的粉絲一起幫助別人一起做公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期盼大家今天可以帶著這樣的善良的能量繼續去外面傳播給更多人 讓他們知道希望他們可以支持像新路這樣子的公益團體 傳達給社會更多良善的力量 每個人應該或多或少都會經歷過第一場或是負能量 但我很慶幸自己曾經是體育選手的身份 因為學習體育一直告訴我們隨時的要監討自己 那可以犯錯但是同樣的錯誤不要再犯了 如此你才可以在下一次上場的時候得到更好的成績 那這幾年學習表演成為演員的身份 也讓我學習到很多更了解自己 你會知道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 時間會過去的 時間會讓它過去的 等到你穩健的知道你前進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某一天你再回頭看你會發現 而且那些情緒那些能量好像都沒有那麼重要了 而你已經更進一步了 比賽就是有輸有的 所以其實我也很常經歷到低潮的時候 但也很開心我身邊的家人啊朋友們都很支持我 也給我很多的鼓勵 就有他們這些支持 讓我有更多動力繼續下去努力練習還有比賽 今天是在3月18號 它會在全台的5地呢 同時展開 分別在台北、桃園、新竹、高雄以及澎湖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然後報名請上KKTIX 那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障礙的朋友呢 可以和一位陪同者一起報名 他是免費的 那一般民眾要報名參加的話是300元 那這些所得的費用都會交給心路 讓他們來繼續為大家服務 對 KKTIX晚上上報名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使用任何健走APP 累積3公里截圖 然後並且登入找這個QR Code 然後登入你的選手號碼 上傳截圖 然後每完成一次報名 就可以參加一次抽獎 新路基金會舉辦的好天天 騎步走公益健走活動 每年吸引近4000民眾響應 陪伴障礙者家庭走出戶外 透過互動創造共融 今年將在3月18號舉行 各界也紛紛響應 這一次因為三年的疫情的影響 那我們好天天騎步走的活動 也延宕了三年這樣 那今年我們特別因為疫情比較鬆緩 所以我們來辦一個實體的活動這樣 那這一次實體的一個活動 我們有很多愛心的企業 有一些支持跟贊助這樣 那所以來參加的民眾 也會獲得一些抽獎的一些獎品這樣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在台北 桃園 新竹 高雄跟澎湖五地 同時做實體的健走的活動 那也同時跟線上的健走來並行 那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參加 這一次我們騎步走的一個主題是 擁抱負能量 然後走出新力量 那現在的朋友跟我們大家都一樣 那平常在遭遇人生的一個困境 那很多都是因為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人際的一個不理解跟不熟悉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一個活動 然後可以多增加彼此的一個理解包容跟支持 讓線上的朋友跟我們大家 心中的負能量可以轉變成生命的新力量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一個活動 那可以踴躍的號召社會大眾 然後跟職場的工作好朋友過來參加 那大家可以共同的宣誓 我們支持障礙朋友 提供他友善的一個環境 然後提供友善的一個態度 那讓社會變成一個共好的一個環境這樣 好事情要與大家分享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生活 我們生活的重心是什麼 我們每天都要吃 要喝 要過自己的生活 可是過了這個生活以後 我們會覺得說人生難道就這樣而已嗎 要積極的做更多的好的善事 應該是在圓山捷運花博這塊場地 我們會邀請所有的市民 里民 共同來參與 今年最有意義的一場活動 在這塊上 我們之前跟唐氏 自閉症 小老協會 各個需要幫助的朋友的各個單位 我們都已經積極在配合了 所以我們更高興說還有心路 我們終於有機會跟他一起來合作 有機會跟他一起來合作 心路的社會市區家居 心路有什麼感到自己自己獨立生活 在任何工作 三年前的時候搬出去了 就是沒有跟家人一起生活了 那搬到社區去居住之後呢 其實也有許多事情 就是你要獨立自主 也聽起來非常的棒喔 那你在社區學會了哪一些事情呢 我學習煮菜 然後做駕駛 然後進場 然後我有一天有一些 我有一些事情我都會不太心理 可是我現在我都會把我的心事 跟我一些老師跟朋友一起 一起分享一個暗讀的討論 基金會與愛心大使邀大家一起成為首善共榮推手 參加活動還有機會抽五星級飯店住宿券 與知名品牌服飾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今晚我在臺 找來 找去联據